11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港表示 美国国会议员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 不是以香港的利益为考量 未能完全及正确了解香港的情况 希望大家实事求是的看中国 停止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批评 当日,梁振英获邀在香港外国记者会 发表题为《中国的成就及其未来展望的演讲》 他称,中国70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却一直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毫无根据的批评 在一些问题上,西方国家将香港 视为一个攻击中国的软目标 并试图告诉中国一国两制下的 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什么 但世界没有看到香港的真相 在最近70年里,中国已经受到准备的 梁振英称 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的改革 从贫困 饥荒 到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 更加开放和自信 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这种变化让他骄傲 它现在开放 信心 快速改变 和其他地方的关系 它是一个巨大国 在文化和文化上的大国 我为了中国 我感谢 我能够服务我的国家 作为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 梁振英一表示 香港特首实际上拥有 比西方多数城市的市长 更多的权利 中国按照一国两制原则 和平收回香港和澳门 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这不仅仅是 收复一千平方公里的领土 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 屈辱的终结 希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明白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高度自治的前提 是一国两制